这个就是非常偏黄的一个颜色 你看它跟我刚刚点在脸上的颜色就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 大家可以明显看到吧 是不是颜色不一样了 是不是这边偏黄 然后这边颜色一下子就上下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Christop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视频的主题呢 就是两个想法 拯救你的粉底液色号 那我相信每个女生呢 在购买粉底液的路上呢 都会多多少少买错几瓶粉底液的色号 那比如说网购的话呢 因为忙买 所以说吃不准 那可能就会买错了 买浅了 或者买深了 那如果去专柜的话呢 可能因为灯光效果的不同 回家之后呢 反而觉得这个颜色太浅了 或者太深了 那买错粉底液色号了 已经试用了 也不能退了 也不能换了 也不能浪费对不对 今天视频呢 就是一个满满的干货 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大家只要花上十几刀 就可以拯救你们的粉底液色号 那非常的简单 就是MECA 他们家自产的一个粉底调色 也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呢 是我去逛MECA的时候呢 无意当中发现的 因为这个是MECA Collection 哎我就觉得很神奇 这个是什么 因为它只有两个颜色 一个呢是很白的 然后一个呢是比较黑的 就只有两个色号 所以当时的话呢 我就问了MECA的小姐姐 她就跟我说呢 是一个粉底调色液 然后我就觉得还蛮神奇的 所以就想买回来试试看 没想到它真的很好用 虽然它只有十几刀 好那我现在呢 就用我之前买错的粉底液呢 给大家上眼试测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MECA它这个粉底调色液 一个上眼的效果 那我之前呢 是买错了很多品底液 好我就挑了几瓶给大家看 就是这个 Shallet Toubre 他们家的这个粉底液 因为Shallet Toubre 在澳洲是没有专柜的 就任何的地方都买不到 但是我听说就是MECA要上 所以说我之前买 他们家产品呢 都直接是网购的 所以这个粉底液呢 我也是盲选的 然后就选错了 然后这个色号呢 是3.5 然后颜色呢 特别特别的黄 就是完全没办法用的那种 所以买回来之后呢 我就闲置在那里 那现在呢 就用这个MECA的粉底调色液 来拯救一下我这个粉底液 好那我现在呢 先用这个粉底液呢 上我的半边脸 大家就可以直接看到 这个粉底在我的脸上 是一个什么颜色 跟我的手势 已经是两个颜色 就当时 它网站上明明 我看它这个颜色就是 但是我说实话 这个粉底液的滋润度 还是不错的 就是 我颜色选错了 要不然它还是很好用 先把它这样拍拍了 遮瑕力度啊 什么都还挺好的 那我现在这是一个 半边脸的效果 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个就是非常偏黄的一个颜色 就是它颜色非常的黄 就因为我现在可能是 对着窗户有亮光 所以看起来还好 但是现在生活中 其实是非常黄的 就我感觉我的脖子 比我的脸 近日还白一个多 就正常情况下 上完粉底液 是脸比脖子会白一点 但是我用完这个颜色 就是脖子比脸 还要白一点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况 好那现在呢 就MECA的这个粉底调色 也来试一下哈 那我用的就是 它白的 这个亮白的这个色 其实它用法很简单 就是你挤一些正常量的粉底液 在你手上 然后呢 再用它的这个 MECA的这个粉底的调色液 分开来挤一点 就是挤一点的 一点点就好 它这样一点点就够 一点一点的 跟你的粉底液 去做一个调色 先沾取一点点 然后呢 直接这样跟你的粉底液 做一个 做一个这个调和子 直接在手上就好 就不需要去买那些 什么专业的调色盘 我们就先上脸看一下颜色 这样举一点 你看 它跟我刚刚点在脸上的 颜色就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 就已经是 白了一个度了 好那我现在这个 半面脸已经上了 大家可以明显看到吧 是不是颜色不一样了 是不是这边偏黄 然后这边颜色 一下子就上起来 但是它遮瑕力度呢 还是一样的 就没有改变这个粉底 本身的质地和遮瑕力 我觉得MECA他们家 这个粉底调色 也真的非常适合 平时来使用 因为我们又不是专业的化妆师 就不可能就是买两种 不同颜色的粉底液 去调到最适合自己 肤色的颜色 所以说呢 MECA这个粉底调色液呢 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荐 就是诗姐刀 买不了吃贵 买不了上当 我真的非常推荐 大家去试试看 好那第二个方法 如何拯救你的粉底液呢 就是如果说你买错 粉底液的色号 买的太白了 太浅了 比你本身的肤色要白很多 那可以把这个粉底液呢 当做哑光的高光来使用 就是用你买错的粉底液色号呢 涂在你平时想要提亮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鼻子这里 像下巴 然后包括眉骨这边都可以 我安娜斯塔西亚的粉底液 这个粉底液呢 就是我买错色号 它太白了 那我现在呢 就用它当做压光高光 上脸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就直接用手 还是用手就好 就用手是最方便的 就比如说点涂在这边 一点就是一点点就好 点涂在这边 然后点涂在这里 我平时也会想要在这里上高光 然后涂在这边 鼻尖这里 然后包括一点点在脸颊 这边圈骨这里 就好 就涂在你平时想要 打高光的地方就好 然后眉骨这里也会来一点点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脸比较平 不是很立体的那种 眉骨也要来一点就好 那我现在呢 是已经点涂在我想要提亮的部位 那现在只要把它涂开就好 好了 看到吧 就两边脸是不一样的 就是非常自然的 去体量 然后你整个脸的就是骨相 看起来更立体一些 这个方法呢 我觉得不管是你会化妆 还是化妆小白什么的 都非常的好上手 就只是说平时就是化妆 化的很多啦 然后渐渐的发现了这一些小技巧 就是非常简单易上手的 所以说我想分享给你们 好了那以上呢 就是两个简单易上手的小方法 就可以整就你的粉底液丝好 那希望这视频呢 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如果说你喜欢这视频的话呢 也不要忘记帮我点个赞 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